冬游高雄又有新亮点 市府观光局推出冬游山城三线 12月23号有六规新地标 宝莱花赏温泉公园启用 欢度不一样的山林耶诞嘉年华 而明年的1月20号 到岐山内门参加斗阵摇旗音乐会 走跳高雄美丽山城 让高雄山城冬季充满动感能量 所有游城的内容好过去 打开山城三线懒人包 六规温泉秘境之旅 内门叶政祈福之旅 和岐山风情交沉之旅 就一一呈现在眼前 特别是六规宝莱温泉 在八八风灾之后重新探勘 挖出温泉头 观光局重新打造成 由手汤和足汤 以及繁花相伴的温泉公园 这一次的宝莱花赏温泉公园里面 我们有设置了手汤跟足汤 那希望能够让大家来泡汤体验 那除此以外 我们在这个花赏温泉公园里面 也种植了1370株的 这样的一个开花桥木 宝莱花赏温泉公园 在12月23号启用 将举办有农农原名风味的 耶诞嘉年华 当天将有原住民双冠军的 歌舞表演 以及市集展授 在山谷里一边泡汤 一边渡棍摇滚欢乐的 耶诞节 在那一天的晚上会有一个点灯的活动 我们希望借由点灯祈福 提早来过一个非常不一样的 有浓浓的原名味的一个山城的耶诞的点灯晚会 那我们借由这个耶诞的点灯祈福晚会呢 我们希望能够来为我们的这个宝莱花赏温泉公园来开幕 另外跨年之后的1月20号 内门和祈山合体举办斗阵摇旗音乐会 结合内门的义政文化 以及祈山相交风情 一起走跳山城 斗阵摇旗呐喊声谋有活力 那到了内门呢 除了我们的这个内门子族市以外 我们的三年八高地 还有我们的宋江镇的这个兵器展示馆 以及呢这个鸭母寮阿波寮 这个朱一贵的文化园区 也是在地知名的景点 观光局表示 新开幕的宝莱花赏温泉公园 12月底之前入园泡汤都是免费 而12月到明年2月 做大众运输工具也都是免费 欢迎大家结伴利用大众运输来山城游玩 港督新闻张世民赖昌邦采访报道